个个都这么狂啊 听着杂而不惊的攻击 有何资格 说我狂妄 怕是你太过迟钝 不知死期将至 我这杂而不惊的攻击 怎么样啊 我这杂而不惊的 以我之仇 不死不休 不服气的话可以再来 下次斩你真身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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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阁下 可是来自下去 这人是世界如此强大 实不相瞒 我的确来自夏季 既然来自夏季 那进入秘境 必定是为了机缘 我见阁下进入秘境 却不抢福谷 只亏他那身穿长生战衣之人 难道这战衣的价值 远大于秘境的机缘 我对那些法宝 和大道机缘都没兴趣 只不过那身穿战衣之人 是我的孙儿 你在夏季 还有一个孙儿 对吗 他究竟是什么 一再试探我的身份 但不知为何 我完全感觉不到他有恶意 是 我有一孙儿在夏季 可惜 他已不在世 无法再上来了 他若还活着 一定不会逼上界这些初代查 不 他还活着 他没有死 你说他没有死 你见过那孙儿 爷爷 在河国头 我见过您的临身 最未能救他 可按他的指定 一路追踪至此 好 今日 早算见到您了 你是 昊儿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们到底是何人 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 你有个身怀两块型 未来注定会 威震三千周的好思念 有人不想你与他相认 面得他 受你影响太深 是不老神秦族的人 他们不是说要救援祖父吗 原来都是假的 孙儿 我的两个孙儿 竟都不能得见 既在下界的另一个孙儿 早已死去 爷爷 我还活着 咱们很快就能重逢 生活将者必须一击必杀 方可就总够脱困 好了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 记住 你的一个孙子 未来注定会主上界臣死 你的死 是为了他更好的成长 我既然被秦族当作囚犯 押送恶魔党 就没想过再去布老山 臭婆娘 今日 定要与你做个了断 姓时的 原本还想给你留个全尸 现在 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去陪你那陨落下界的孙子吧 就是此时 就是此时 任性 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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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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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惯着她 无妨无妨 我出去玩了 出去玩了 走走走 好玩 在家好好听听 amos不见 我就是 我们二年 就别然 我们不见 我们不见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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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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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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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个八分宝 你破掉大阵又怎样 凭他的身体 毕竟走不掉 哦 谁说我破阵 是要逃跑 你能操控这些阴碟 我看其中不少都点燃了神 攻击力必定不发 又是能力有效 凝结你这面何围 你们一个都保不掉 替我多谢大家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来自秦祖 准备处理一些 不能见光的问题 这次是谁派你们来的 一位秦族护法 还有一名光天使 也受其手买 在追杀你祖父 来自天国的使者 专门奉命猎杀目标 其中点燃神火者 因通体跳动着光叶 而被称为光天使 天国 尚有杖要与他们清算 十字林夫妇及秦昊如今何在 海王阿蛮又在哪里 就是一同与我上界的少女 也只要泄露秘密 等约叛出秦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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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